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牛小咖 我是不信逼 也不会倒 但是很装逼的 逼倒 逼倒 今天这一期节目是一期 Nespresso的胶囊试喝的一个推荐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聊一聊 Nespresso的胶囊 首先第一个是 Espresso系列 这个叫沃鲁托 然后它的颜色是这种 金色带点棕色的胶囊 喝起来的口感的话 我感觉就是 中度偏高一点点这种酸度 甜度也比较适中 苦味略低 然后整体的口感喝起来就很顺滑 口腔里面会有这种奶油般的质感 喝完之后过一小会儿 回甘比较甜 萃取的话建议大家 就是每次的话用60毫升 然后加水150毫升到180毫升 这样的水就可以了 然后拿铁的话是加150毫升的牛奶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 维沃托大杯 我还蛮喜欢的 就这种有点浅浅的蓝色 它的口感的话 酸度偏高 甜度比较适中 然后它的苦味是比较低的 没有太明显的苦味 整体是属于稍微低醇厚感 微酸中带点这种甜感的回甘 虽然是这种Longo 但是还是不建议肠脆到底 建议中肠脆取 差不多在60-80毫升 加150毫升的水 就不会有明显的焦味了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 灵感资源系列 之前这个系列叫做 Intenso系列 它是用不同城市的这种命名的 胶囊名字 这个是黑色的意大利 瑞斯吹朵 这个味道 几乎没有什么酸味 微微的人喝到一点点的甜感 我觉得 主要是比较强的这种苦味 带一点点的那种烟熏的这种味道 所以这个胶囊在制作的时候 我们萃取的咖啡液 尽量少萃一些 大概50毫升就可以了 最好加180毫升的牛奶 做成拿铁喝 做成美式来喝的话 它的味道确实比较 纯意识的那种感觉 喝起来就非常strong 我觉得就是重度爱好者 会喜欢这一款 因为它毕竟它这种 就看上去颜色 就觉得它是那种很重的那种咖啡 接下来就是这个红色的 带点这种纹路的胶囊 它叫纳布勒斯 这个烘焙度也是比较 深的豆子 没有酸度 甜度适中 苦味会比较偏高 带有一点点这种木质感 整体口感 在口腔里面比较的饱满 醇厚 是属于比较传统 意大利式的这种口味 个人感觉这个应该是 带有罗伯斯塔的口味 然后我看了 介绍说是 的确有罗伯斯塔 如果你们不太喜欢木质味的话 千万不要买这个口味 因为它比较重 这个是够重的 这个是真的重 我个人是喜欢这种偏酸的 裹酸掉的 接下来是这个 也是金色带点纹路的颜色 名字叫威尼斯 这个比较平衡一点 喝起来就是整体的那种 微酸微甜 就有一丢丢色味 所以萃取咖啡叶的时候啊 不要萃取太多的尾段 会太色 它的毫升量 差不多在40到50毫升的咖啡叶就可以了 加180毫升的水 或者150毫升的牛奶 好接下来呢 是这个 墨蓝色的胶囊 它叫巴拉莫卡 我感觉是有点熟悉啊 有点像这个 今年这个iPhone 12 Pro的那个 墨蓝色的颜色 很高级的颜色 这款它喝起来的话 就是属于那种低酸低甜的 强烈感比较重的 但喝起来是那种香苦味 不是胶味 中后段喝下去之后呢 有点微微的甜感 带点回甘 整体的口感我觉得很舒服 建议50毫升的浓缩叶 加180毫升的水 或者加150毫升的牛奶 再接下来一款就是 佛罗伦萨阿佩奇欧咖啡 我个人觉得它这是一款 就是灵感之源里面 表现最舒服的一个胶囊 甜感是比较舒服的 然后它的咖啡香气的尾韵非常棒 萃取的话 也是在50到60毫升的咖啡叶就可以了 加水的话加180毫升 辣铁的话加150毫升的牛奶 我个人比较推荐喝美式 这个喝起来就是它那个香气 是比较好的 还是蛮丰富的 所以这个就是整体入口 就感觉特别的舒服 我觉得 哇塞 今天喝了这么多了 至少有十几个了 大家觉得值不值得三连一下呢 值得吧 最后的话我们就说一说大师系列 也就是单一产区的咖啡 上面它每个壳都会写着产区的这种名字 这个叫Indonesia 就是印度尼西亚的 喝起来就是那种微微的酸味 带有甜感 属于苦味比较中高的 有一点点那种烟熏感和色感 个人感觉也不是很喜欢这一款 喝完过后就是舌尖上带有微微的那种酸甜感 然后其实很快就消失了 也没有太强烈的这种回甘 建议萃取的话大概在50毫升的卡比叶 加上水150毫升到180毫升 然后单一原产地 这个就不建议加那个牛奶了 如果加了牛奶的话 产地本身的味道的话 它会被牛奶给盖住 它风味就没有办法去展现了 还是比较建议这种清咖美饰 这种直接萃取出来 好喝 然后接下来的话 这一款这种 铜色系的叫哥伦比亚 像这个单品的这个CREMA 它的油脂就明显没有那种意识拼配的那种丰富的油脂 稍微会偏淡一点点 像它的那个颜色色泽就会比较轻微的偏淡 我觉得这个喝起来 就是它的酸度和那种带有微微的茶感 是真的是给人感觉很舒服 然后它的那个酸味就是酸中带甜的那种果酸瓣的质感 就非常的好 这个 好喝 风味的话是比较典型的那种哥伦比亚的那种风味 建议的话萃取50毫升的咖啡叶 加水的话加150毫升左右 这个银色的它是限量版的印尼 这个我也没有喝过 等一下我们来现场评测一下 看一下它喝起来味道是怎么样的 尝一下 180毫升的水 这样子的话喝起来就没有那么的重了 味道 好一共是230 来尝一下 这个印度尼西亚限量款的 我感觉跟刚才那个印度尼西亚有点像 但是我觉得这一款它限量款这种印度尼西亚就是比刚才那个要浅一点 就是我们在萃取这个颜色就知道就看起来是比较浅的 然后喝起来它的那个味道就是有点甜 比较适合的双味夹杂这个甜感 还是不错的 今天这就是一起Nespresso的胶囊的对比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关注我们的节目 Cheers 小伙许 小伙讴